大肥安瘋了 現在5點10 今天算順利了 因為今天沒什麼做 今天早上去車貨 回來打完包裝 要買的健康食品 買剩很少 還有美素籍 還有T3 因為沒了老頑童的關係 今天輕鬆了很多 還有一個星期就過年了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明天生活旺角 就是最後一集 也想盡辦法把我要買的東西告訴大家 明天我早上去拿一點臘腸 那我們就過節 也不會再有其他的貨去補 一切都要等到假期回來 在這裡跟大家說 就是韓國 大家都要明白 現在中國自1月8日 開放所有的中國人 向全世界進發 每一天統計數字 有49萬人離開中國 向全世界出發 你都說 真的是一個壯觀的舉動 在這裡 全球就開始限制中國人 不是不讓你來 最主要你要有48小時的算檢測 還有什麼 還有限定的機場 除了摩洛哥 直接禁止中國人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用這樣的措施 結果中國直接這樣對韓國和日本 因為韓國就用黃繩 日本就用白症 兩個地方就說他們歧視中國人 然後就不給簽證 日本人 韓國人不用來了 日本人去是少的 但是韓國人從來都依附著中國而行 今天一宣佈這個消息 網絡馬上炸了 他們不是生氣 他們笑的就是感謝習近平 感謝習主席 你保護了韓國的人民 全教你不讓我們去 令到我們不會感染疫情回來韓國 感謝習主席 感謝中國共產黨 感謝中國人的保護 在網絡上一片歡呼聲 我相信習主席在中國都沒試過這麼受歡迎 全部一片讚好 韓國在這場疫症裡面其實已經打贏了 最新公佈的收視就是韓國人平均99%已經有抗體 是已經都感染了整個所謂的新冠病毒 它是第一個國家 它宣佈 韓國人民有99%的人中了病毒 就是說它傳染量是極低的 想不到中國不讓他們去 其實它是最安全的 但是你就不讓他們去 當然了 韓國現在緊守著幾個機場 中國人也都因為這樣 政治的因素去韓國的人 今年都是少了 即使你開放國門都去日本 去韓國都相對少 這樣的環境 韓國人再次歡天起地 再次感謝黨主席 感謝習近平 你不千里投讀來我們這個地方 今天真是開心 竟然看到韓國人 終於他們應祖歸宗 告喊 習近平好東西 習近平萬歲 習近平就是我們韓國人的恩人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菲安天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